这男人两年半步工作反而越来越有钱 只因为他在荒野做了这几件事 不仅开垦良田种植白种果蔬 为了增加收入还圈起栅栏养上各类家庭 而且新的养殖项目也在院里顺利落成 一大清早院里的鲜花就洗吸引蝴蝶的光顾 而钢子一大早就在为接下来的养殖做准备 一早他就利用较粗的原木雕刻出凹槽 从这角度看不去不说是猪槽 我还以为是给评论区的杠精用来睡觉的吗 没用多久钢子就完成了猪石槽的雕刻工作 他先是扛到一边放着 这样看不去似乎有那么一点圣人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确实是猪仔的饭碗 接着钢子先是把地上的木屑清理干净 再给他心爱的盆栽叫一遍水 这时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一根新鲜的香蕉树 只见他利用工具不停地将香蕉树切碎 正因为有了这个香蕉树钢子才能省下很多的饲料钱 而且让家禽在这里繁殖了一袋又一袋 很快钢子就切好了一大盆 此时鸭圈里面的鸭子早已饥饿难耐 看这样子这群鸭子也到了赶考的年纪 只是钢子养殖了太久舍不得拿去吉士卖 刚把鸭子喂完 钢子就拿着菜篮采摘辣椒 前几个月心情地播种到现在的大丰收 钢子心情付出没有白费 就是这段时间太忙没来得及采摘去卖 有许多辣椒都已经烂在了地里 还有这场是非常良好的秋葵 采摘拿到吉士上卖肯定的个好价钱 最近没有时间去吉士 钢子先用墨底将辣椒晒干 紧接着他又来到另外的辣椒地 这种辣椒在我们当地称为七彩椒 用来制作泡椒是在合适不过的选择 钢子把辣椒全部摊开在墨底上 等自然丰单了就可以保存起来 在他忙完院子的事物之后 便徒步去往五公里外的铁子家里 其实这次钢子过来是有事相求的 就是钢子的猪圈已经搭好很久了 一直没有小猪放进去养殖 所以钢子打算借几只回去养 等长大之后卖了再把钱给帖子 帖子也是很讲义气 不仅没有收钢子的钱 还骑摩托车送钢子回家 山上的路并不好走 一路颠簸都不知道小猪晕车没有 回到院子 钢子急忙地把小猪倒了出来 新的环境让小猪感到异常的不安 等把小猪安顿好钢子 才把小猪的饭碗扛了过去 你还别说这个钢子 为小猪定制的木饭碗还不错 就是小猪看了还是蜷缩在角落 钢子为了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 特地给他们煮上一大锅的稀饭 由于以前的小黑子已经长大 钢子也给他们安排上了单间 随着天色渐晚 钢子先是把辣椒收回家里 接着再拿上一点食物喂养家禽 钢子的一天也在忙碌中度过了 次日早上强烈的太阳照在了苦瓜上 前段时间挖掘的池塘还没有放满水 这时钢子已经在池塘变开垦荒地 并且把前几天挖掘出来的橡草重新种植回去 等长大之后不仅可以当作围栏 家禽也可以在下面乘凉 前段时间挖机已经在猪圈旁挖出化粪池 钢子不太满意就把它当作垃圾池了 接着他开始清理猪圈后面的杂草 看这架势钢子是打算自己挖化粪池了 只见他用力地挥舞着锄头 地上的坑也越来越深 围栏上的鸡哥也在为钢子加油呐喊 很快一个像样的化粪池就挖掘出来 这时钢子也迫不及待地测试池子的效果 污水从管道缓缓地流向池子 此时的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现场的味道 为了防止高温小猪容易中暑 钢子还贴心地给它们安装了淋浴喷头 这让炎热的夏天也能让它们清凉一下 钢子的院子是从破旧的老房改造而来 在这里一晃就是大半年 一大早钢子就在打扫家里的卫生 小白兔也呆呆地蹲在一旁 似乎的绿叶换了一茶又一茶 院子的点点滴滴都在提示着钢子在这里居住的时间 为了方便喂养小猪 钢子决定在猪篮旁支冷起锅架 它把锅放一旁后就到河边捡石头 用石头支冷起的锅架比较牢固 而且能耐得了高温的炙烤 等它在地上挖好坑 就可以把石头摆成三足鼎立的样式 这三块石头虽然不能鼎立 但是顶个锅还是非常稳的 等锅支冷好 钢子便到山上收集喂猪的植物 经过翻山越岭之后很快就来到目的地 这里长满的植物貌似都不认识 也不懂拿来喂猪会不会吃 这种草在山上非常的丰富 没多久就搞到了一大把 在拿回家之前 钢子先是在河边清洗干净 手脚麻利的钢子很快就吸好了一大把 捆绑好后就随便找根竹子跳回家了 在荒野饲养小猪就不要想有饲料这种东西 为了节约养殖成本只能煮一些猪草喂养 佩奇也是一脸茫然地看着钢子 佩奇估计也在想这辈子不会就这样了吧 钢子把用不完的猪草先挂在房梁上面 下一顿还可以继续拿来煮 刚把猪草下锅这边又开始切起香蕉树 想必已经有很多粉丝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了 在话下倒入锅后钢子就开始嫁火熬煮 为了方便搅拌猪食 他还利用竹子制作成搅拌管 这味道估计太上头了他都待不下去 于是他到竹林里收集许多的竹子 怕沾锅的他时不时就来搅拌一下 一边烧火一边处理钢带回来的竹子 难道钢子还想利用竹子给佩奇打造一个厨房吗 这回他先把合适长度的竹子劈成竹面 小猪在圈里听着声音也是一愣一愣的 等把竹子处理好 他就开始用竹面编织墙壁 随着时间的推移 第一面墙壁完成了搭建工作 其他墙壁也是这样固定在主粮上即可 热爱生活的钢子就连猪圈的墙壁都编织得很漂亮 在用木板定入固定好之后 这回的猪食也煮得差不多了 随着钢子不停地搅拌越来越像奥利给了 饿坏的小猪似乎都不敢尝试第一口 尝到甜头后几个小猪不约而同地炫了起来 小黑子的伙食就相对好一些还有稀饭吃 钢子的养殖之路是越来越成功了 就差前段时间挖的鱼塘没养鱼了 这回钢子到菜地摘了一些新鲜的叶子 不用猜就知道是喂养小兔子的 钢子的一天啥都没干 全是在喂养家庭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休闲的时候才有机会打理一下院子的花花草草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钢子也是日复一日的在这里守护着院子 这将是回家创业最成功的男人 不仅在荒野开垦良田种植果树 为了增加额外收入 他还圈起栅栏养上各类家庭 在果树成熟之后还可以拿到集市上来 这样的田园生活是你所向往的吗 山里的早晨特别的凉爽 而钢子也早早的起来喂养家庭 如果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钢子的手已经受伤了 而他也是为了让家庭不被饿着 所以才忍着疼痛把小祭给喂饱 忙完简单的时候 他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门槛上 看着手上的伤心里五味杂陈 在钢子姐姐得知他手弄伤之后 不管路途有多遥远都要来看望弟弟 过来的时候还不忘给钢子拿上一些好吃的 而他们一边吃果一边讲述钢子受伤的经过 接着钢子把手上缠着的纱布拿掉给姐姐查看伤势 看到这伤口应该是伤得不轻 这段时间都很难再下地干活了 姐姐看了也是一脸的忧心忡忡 在受伤的这段时间里也只能是姐姐帮忙打理院子 而钢子只能干点青活顺便把伤养好 由于姐姐刚来还不是很熟悉这边的环境 还是得钢子亲自带路才行 钢子养殖的鸭子早就得拿到市场上卖了 喂养的时间长了感情 越深都不舍得拿去集市卖 喂完鸭子还得继续摘一些新鲜的蔬菜喂养兔子 这活泼可爱的兔子非常的治愈人心 还有这花了大价钱搭建的猪篮 里面养殖的小猪也在茁壮成长 就是这起猪粪的工作着实让人有点上头 等钢子的姐姐忙完手中的活 才有时间回到家里喝上一杯甘甜的凉茶 正值炎热的夏季如果姐姐不过来帮忙 钢子院里的小动物不得饿得瘦一大圈 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屋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等他们走出去一看原来是瓜棚塌了 由于节瓜迎来大丰收数量非常的多 而且每一个都是又大又长 所以才把瓜棚压塌了 幸好损失不是太严重 只需要把瓜棚重新支冷起来就可以了 真是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塞牙 为了降低瓜棚的负荷 钢子把上面的瓜摘了大部分 不然下次再倒塌损失可就更严重了 摔坏的只能自己吃了其他的还可以拿去集市上卖 等把瓜棚的事情处理完后 钢子姐姐开始下地干活了 顶着接近40度的高温在地里工作 这也是想得多帮钢子做一些农活 好让钢子在家里安心养伤 由于地里的玉米经常被野猪祸活 到如今也还是长得参差不齐 等把地里的杂草除完 姐姐便开始收集地里的南瓜藤 南瓜藤自己吃或者拿到集市上卖都是不错的选择 地里的南瓜长势比较好很快就摘了一大棚 接着他又开始采摘另一种植物 在这里那么久还没有见钢子采摘过呢 也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看来钢子的院子真的是各种宝都有 不一会的功夫姐姐摘了一茬又一茬 而这时钢子也在家里准备着前些时间摘的结瓜 统一用袋子装起来拿到市场上卖 从院子到集市上还有一段距离 没有代步工具的他们也走了许久才到集市上 这个地方都是卖自己种植蔬菜的市场 今天卖菜的人比较多购买的人相对较少 在这里摆了许久都还没人上前购买 市场上卖的东西也是各式各样 等了许久才有为啊姐前来买南瓜苗 生意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的过来 转眼间的功夫钢子就卖完收摊了 还没回到家养殖了两年半的鸡哥就开始打明迎接 过一会姐弟两才徒步回到家里 刚回到家里还没来得及休息 姐姐看到这菊花长得不错 便有一栽到院墙边种植的想法 种植到院墙上不仅可以起到围栏的作用 还可以美化院子 在姐姐一双翘首的改造下 院子的变化不止一点点 多日未见院子的景色依旧那么的漂亮 鲜花也是到了盛开的季节 刚子的姐姐一大早就在院子里忙活 为了快点把院子修上好 刚子手上的伤还没完全好就过来帮忙了 现在是把之前搭建的围栏拆除掉 因为搭建已有半年之久 竹子也全部腐蚀了 太久没有整理院子杂草已经长有半米高 刚子受伤的这段时间里还好有姐姐过来帮忙打理 不然院子的杂草就肆虐的生长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院子的杂草清理干净 忙忙碌碌一天很快就过去 次日一早 刚子的姐姐就拿着饲料喂养家禽 在这里已经呆有一段时间 各种工作早已非常熟悉 一大早就是拿着各种饲料喂养家禽 这群鸭子早就得拿到及时上卖了 不过刚子一直舍不得 还指望他们多生点鸭蛋呢 现在的气候正处于盛夏 院子里的果树也结了密密麻麻的水果 而刚子姐姐喂一趟家禽下来都得快中午 因为刚子养殖的种位实在太多了 如果不是刚子受伤的话院子还要更加好看 等把家禽喂完 它便开始处理昨天清理好的地块 现在需要把土地重新翻上一遍 这样就可以在这里重新种植上果树 种地比较有经验的姐姐处理土地也十分的快 将表面全部平整好之后 就可以拿出菜子均匀的撒到地上 这样地里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新找出嫩绿的庄稼 前些时间种植的牧鼠长势良好 苦瓜也是枝繁叶茂 再把种子种完之后 它又拿着铁锹出门了 不一会它就徒步来到了小河沟里 来这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发电机有点故障 叶片里面全被一些枯枝败叶给卡死 这样就导致了院子里无法用电 趁着地里不是很忙 所以它就来这里重新整理一下 为了增加水流量 它还将底下的淤泥清理掉 水流越大发电效率自然就越好 为了增加水流量 它还用石头堆砌起锅坝 并且还找来了一些芭蕉叶挡住一些缝隙 这样流向发电机的水就会更加的多 这样发出来的电就会更加的稳定 等把河床改造完成之后 它重新装上了发电机 这湍急的河水让发出来的电更加稳定 此时家里的灯泡再也没有出现闪烁的情况 发电没有问题后 它就先回家了 趁着时间还早它又拿着托盘出来 地里的辣椒早已成熟 所以趁现在天气好 采摘一些晒干保存起来 今年的辣椒也是迎来了大丰收 没用多久就摘了一些放到托盘上晒 院子是因为有了姐姐的打理才不会乱 在此也希望钢子能早点康复 带领着我们一起打造更好的田园生活